一條好餓好餓的毛毛蟲 從故事書中浮了出來 一直吃一直吃 故事姐姐生動的描述 故事書的內容 讓台下的小朋友們 聽得目不轉睛 新竹市啟動105年度的 閱讀起步走證書儀式 要送出1500個禮貸 希望讓小朋友們 有更多接觸書本的機會 我們新竹市文化局 從98年開始 就不斷的推動 這樣一個0到5歲 閱讀起步走的活動 就是希望我們的父母親們 能夠從0到5歲 就開始陪伴我們的孩子閱讀 讓他們養成一個閱讀的習慣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親子關係加強 非常重要的一個時刻 那像我自己也很喜歡 在下班之後 陪伴孩子閱讀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我兒子最喜歡看的 就是愛哭公主 跟生氣王子的兩本故事書 幼兒園的小朋友們唱唱跳跳 用活潑熱情的律動演出 揭開了接下來大約三個月的 閱讀活動序幕 從9月份開始到12月中旬 新竹市的各大公共圖書館 會舉辦超過100場的閱讀活動 市府文化局希望民眾積極參與 讓下一代有更好的閱讀空間 市民家裡如果有0到5歲的小朋友 只要帶著他們來參加活動 或者到各個圖書館 申辦借閱證 我們就會贈送一份閱讀禮代 那活動有這麼多場次 歡迎大家都來踴躍參與 可是無論你參加多少場次的活動 就是只能領一份閱讀禮代 0到5歲的孩子正處於探索世界的階段 對任何事情都充滿好奇心 在這個時間點多讓他們接觸書本 可以讓孩子們多培養閱讀習慣 而親子共同伴讀更可以增進親子關係 可說是好處多多 凱破新竹林彦斌採訪報導